流淋 怎麼了 天氣乾燥 咳嗽多 休息下就好了 我去給你倒點水 看來 我們需要一份 醬燥的白鹿茶 好吧 兩份 我没事 喝得太快 腔倒了 白鹿茶是白鹿时节采摘的茶叶 那我们先去基地召唤伙伴 一起去采摘茶叶吧 白鹿茶能获得能量 特别是用鹿水冲泡的白鹿茶 能量加倍 起来干活 白鹿时节的鹿水有大用处 好 真好 都跟我来 这里来了 能量不少 你让他乱叫什么 快接露水 差不多了 现在咱们出发 去山上搞点茶叶来做白露茶 走 所有已经发现的缺口都觅目好了 节气仪应该修好了 节气仪式运行 开始 轮转四季开动吧 节气仪式运行 修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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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以为节气仪修好了 就是运行了一下 现在看来应该还有隐藏的缺口 我先查看一下 怎么样 还有一个缺口 需要绿色球形的特殊矿石来修补 我们正好要去登山 山上就有一种叫绿石的矿物 把绿石打磨成圆球就行了 那我们快找绿石吧 正好顺路找些山上的茶叶做白露茶 老大 还没到吗 老大 前面不远就有绿茶了 喝了茶 有了能量 就可以去找吃的了 吃吃吃吃 吃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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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吃吃 老大 歇会吧 我跑不动了 我也想飞 我召唤点顺风 快跑起来就跟飞一样 劲子多了 老大 使不得 大风来 是民兽 老大 精灵 我们不的 有壮 customer 医院 小猩 weем 小猩猩猩 烟羊 连英兽 几块 年兽现在能量不足 competitive 看我的 这羊 烟羊 冻好 皮 κα 盐羊 不懂 对 太厚了 两人 取得 看到 기 巨灵场 强化 解体加油 成脚 倒黄着你呢 这样不行呀 今天是白露 修精的魔法能量旺盛 我们试试召唤白露精灵帮忙 能行吗 结晶仪还没修好 试下就知道了 轮转四季 白露到来 成功了 白露精灵快去帮忙 我沉睡了太久 需要补充一些能量 还有多久可以帮忙啊 得吃饱了才有力气施展魔法 看我的吧 又来个找打的 照页温哥 白露 小露 行路 小露 机会 生脚 凉花 我这招太好能量了 一只花 白露精灵好厉害呀 消耗能量也快 上山有南北两条路 我们可以分头登山寻找绿石 年兽消耗了不少能量 应该不会跑出来捣乱 是啊 我们在山顶集合 找完绿石再找绿茶 愚蠢的精灵 想不到我会回来偷听吧 我在回家路上了 你就放心吧 绿茶做好了 我就给你送过去 很快的 每年公历的九月七日至九日间 就到了一年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五个节气 白露 白露是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 要注意保暖哦 白露后 很多地方的降水明显减少 这个时候 管道已经扬瓜灌浆 需要补充水分 农民伯伯还要为新一轮的小麦播种做准备 白露时节 一些地方有在早晨收露水的习俗 叫做收清露 人们还会在这段时间喝白露茶 白露期间 不可过多食寒凉食物 兵吃一些温和滋润的东西 如核桃 枣 红薯等等 关于白露的小知识 你记住了吗